特斯拉呢就这两天开始调整了 到底下周该怎么走 有HopSync的话滴了很多了 很多人想捞底 那今天的谷歌讲股呢 我们会分析这两只股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股的频道 今天是谷歌整股的内容 特斯拉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一部分是吧 讲的也够多了 我们简单的去看一看 主要是从先从周线开始看 周线里边前面我们画的图呢 就已经到位了哦 看到吗 周线之前画的这个图吧 然后你看 实际上本周曾经盘中有突破过是吧 但最终收盘下来了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线是有效的对吗 如果这个线有效的话 两周之内如果下周再过不去 那就是有效了 就是往下走了对吧 而且前面是五连阳 本周终于收了个阴线 也意味着要进入横摆震荡的这么一种格局 是吧 我们看它已经到位了哦 然后 从月线上来看 你看它是仗两根 仗两根 所以本月走完之后 估计要 又要调整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的布林线 布林线这边呢 就已经回到上轨以内了 是吧 叫小新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日线里边实际上还是在正常的区域 是吧 它在这一边 这一段加速向上的过程当中 它最多也就调了一天 是吧 调一天起来 但是这个起来之后没有创新高 并且连这个阴柱一半的没有过 代表它是比较弱的是吧 然后周五的话是低开低走 低开低走的状态 当然这个阴柱是比较小 下面的MSE指标呢 有一点要死差的感觉 是不是 从这个布林线来看 跟这边也很像是吧 跌破一个中轨又上来 跌破一个中轨 如果说下里边一能起来 能收回中轨线以上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如果下里边一再跌 这边就容易死差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机会要下跌了 当然下跌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害怕 是吧 中轨线附近 下轨啊 下轨不跌破就没事 有时候它宽幅震荡的时候呢 它会触及下轨 触及下轨之后 如果说 不清楚 我看这边啊 也可能调一下调到中轨 调到这个下轨线来啊 下轨只要没有走不走下 然后整体通道往上的那 是没问题的啊 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那这边它也是到下轨嘛 是吧 所以说 不跌破下轨 下轨不走下 趋势实际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个是关于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呢 就目前被华尔街很多空头聚集 是吧 特斯拉也成为了空头做空的主要目标 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小心一下的 如果说你还想要分析其他的股票 请留言给我们 好吗 还有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更多 那我们下一周呢 给大家准备的是量能预测数系列课 那一共是五节课 对吧 这五节课 每天晚上八点 那周四的话 因为是有节日是吧 就是两点一场 八点一场 讲课方式 讲课平台是在Zoom Live 如果你要想参加这个量能预测数的系列课 扫码会飞一下量能预测 好吧 本周的这个谷歌整个栏目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还想让谷歌帮你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股票 留下你的股票代码 好吧 我们看到之后呢 下一期节目我们就分析这个股票咯